中海油田昨天发布消息 在我国渤海发现的肯立 六腰油田已经确认 石油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亿吨 这是我国渤海莱州湾北部地区 首个亿吨级的大型油田 新发现的这块油田 位于渤海莱州湾北部地区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 虽历经多轮勘探 但效果均不理想 近年来 渤海油田科研人员 通过勘探理论和地质认识上的创新 摸清了油气藏的复级规律和勘探方向 我们突破了传统 创新地提出了汇聚集的油气运营的理论 经过40多年的努力 我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这样一个大油田 近两年 中国海油已经在该油田 钻探了42口勘探井 含油面积超100平方千米 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 经证实 油田具有储量规模大 油品性质好 测试产能高等特点 展示出巨大的勘探前景 将为渤海油田持续绿色文产十年 上产4000万吨目标的实现 奠定坚实的资源保障 按照常规的采取率 肯定的111田最终可采的石油 可以供我们100万小汽车 正常行驶20余年 那么后面我们将会加快 这块的一个评价和开发 计划在2022年正式投产 我用来自行创造的